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案6月在高等法院被挡下来了 昨天的这个问题上面又再度的再重新尝试新的方向 教育部在昨天就召开新一轮谈判会议的第一场 希望能够通过协商来制定规则 帮助美国政府能够制定新的学贷减免的计划 在教育部的副部长在会议开场白中就说 国家的学债规模如此之大 以至于抵消了许多学生上大学的好处 在高院6月的时候的裁判是他的裁定 联邦政府是不能够依据2003年的这个法案来豁免学贷的 总统拜登其后就要求教育部来寻找其他的途径 解决这个问题 而这次最新的尝试是将基于高等教育法 简称HEA 这个法案是赋予教育部长免除学生贷款的权利 尽管对部长的权利范围有多大 还存在法律方面的这个争议 目前还不清楚最新行动的援助对象是哪些 不过教育部在昨天就向参与这个谈判的这个人员 询问应该怎么样子帮助五类人 包括了利息余额超过最初借款额的借贷人 另外呢还有借款上大学 但是呢工作收入不足以偿还学贷的借款人 还有在根据目前收入有资格豁免贷款 但是还没有提出申请的人 以及在国会设立目的在减轻学债负担的福利之前 持有比较旧贷款的借款人 以及最后就是那些财务困难 而目前学贷制度还没有办法充分解决问题的族群 所以呢在未来学生贷款是会如何的解决 是不是还有减免的新的方案可以出来 目前还只能说等待当中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呢 众议院议长之中现在悬而未决 共和党举办提名论坛 两名参选人各自阐述立场而拉票 党内的意见在共和党内还是很分歧的 相信这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支持 而民族党方面则一致决定提名众院少数党领袖 杰弗里斯·杰弗里斯来进逐 在现在共和党昨天晚上举办了议长提名的论坛 争夺资格的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和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Jordan都各自表达他们的立场 斯卡利斯主要获得中间偏右 以及摇摆选区的这个同党的盟友的支持 党友的支持 最少20多人表态 Jordan则获得前总统川普的盟友和保守派的拥护 大约有30人会支持他 而在今天早上 共和党要投票选出议长提名人 然后再与民主党提名的杰弗里斯来个对决 民主党的议席不过半 杰弗里斯还需要多名共和党议员协助 才可以得到足够选票 因此他要当选的机会 那真是微乎其微 好我们下面再看到呢 根据报道 就是川普即在上个礼拜 透过媒体说 他自己要前往华盛顿和共和党人协商之后 在前几天情况出现了变化 消息透露川普已经调整行程 他本人虽然没有公开解释 但是他的口风和数天前有所不同 他只表示自己愿意以任何方式协助共和党 主要呢 只是焦点还是得要放在明年的这一个选举方面 而在共和党下台的这个前任党的议长 就是麦卡锡 他下台之后 下台的时候说他不会再竞选 后来又说呢 在条件某些条件符合下 他愿意再协助 也就是再竞选担任这个议长一职 但是争论不休之下呢 原来口风一度松动之后 现在麦卡锡又拒绝重返原来的位置了 所以这个一改二改就是第三改了 他也促请党友不要提名他 并且表示无论最终是谁出现 他都支持对方 按照现有规定 众院只要有一名议员不满 就可以发起罢免议长的动议 也就因为这一点而埋下了麦卡锡 被驱逐的浮泻 不少共和党员都希望 趁这次机会提高罢免门槛 避免在日后的议长动扎就受威胁 在现在呢 这次人事震动也反映众院共和党内斗激烈 所以在现在有一点啊 这自家内部都是纷争啊 烟火四起 要团结一致对外 现在就有一些困难了啊 有些困难了 好下边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我们看一下 这是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桑托斯 George Santos 他在线丑闻了 现在联邦检察官向他提出额外23项的控罪 那包括了盗用他人的身份 还有呢 使用支持者的信用卡 并且超额签账 随后还把款项转入自己的户口等等 根据报道 当局已经向法庭提交修改之后的起诉书 检察官则说 桑托斯目前面对的各宗罪名当中 包括了一项以阴谋伤害国家 两项电信诈骗 两项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供虚假陈述 两项严重盗用他人身份 一项是利用设备诈骗等罪名 而部分案情则显示 桑托斯还涉嫌冒充他人 在没有经得过授权之下 用捐助者的信用卡去消费 来谎报自己竞选活动的财务状况 还夸大了自己的政治筹款的数额 借此来得到共和党方面的支持 另外在犹他州的检控部门 现在起诉短影音的分享平台 就是TikTok指责这家公司 又使儿童使用它的应用程式 导致未成年人养成不良的习惯 对社交媒体而因此上瘾了 同时还错误地宣称 这个平台是安全的 也隐瞒了自己与母公司 字节跳动之间的关系 犹他州政府向沿湖城州 及法院提交了诉状 表示TikTok引诱儿童 长时间浏览他的内容 观看视频的时间 一下子就是好几个小时 另外也就是错误地宣称 他自己是独立运作 和字节跳动没有关系 犹他州共和党籍的州长 考克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如果社交媒体公司 没有采取足够实质的行动 保障儿童 当局就不会袖手旁观 将会以一切必要的手段 来追究对方的责任 另外我们看到 芝加哥的人瑞霍夫娜 在这个月1号 10月1号 他才以104的高龄 打破了长者跳伞记录 还没有等到建立世界记录 颁发他的证书 就在睡梦中 与世长辞了 霍夫娜生前是住在 芝加哥的布鲁克戴尔湖 警长者社区 他的好友说工作人员 是在9号上午 霍夫娜没有反应 相信他是在前一天晚上入睡之后 就告别了人间的 好 新闻方面 我们最后看到的 这是关于彩券 在9号晚上投奖再度落空之后 在今天开奖的Powerball大奖 将会飙升到17.3亿元 成为彩票史上第二高的投奖 仅仅次于2002年11月7号 在加州开出的20.4亿元进球的 这个Powerball的投奖记录 所以今天晚上10月11号 今天晚上 朋友们要不要去试试手气呢 试试看你的luck呢 说不定good luck 朋友们 你就是中奖的幸运之心 这一个Powerball就降落你家 我要不要去买呢 想想看 有可能说不定降落我家呢 好的 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进新闻 虎美剑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你的收听 休息以前呢 提醒朋友们 这是关于在职业方面 由New Smile职业中心 提供给您的讯息 如果现在朋友们考虑要职业的话 请记得哦 这是New Smile职业中心 哈佛大学职业专家黄医师 为大家所带来安排的 而且现在开始到10月底 都会提供朋友们完全免费的CT scan 就是X光断层检验跟咨询 是完全免费的 那么详细的情形 请电话联系 事先预约3466789879 3466789879 在New Smile职业中心黄医师 所提供的职业服务 还包括了在职业之后 这颗职业有任何的问题 以及呢 在职业后的一年之内 这个职业方面的清洁 全部都是费用 一次都包括在里边 不会再有额外的收费 就是很特别 非常特别 收费是一次 就已经都包括在里边了 电话请联系 3466789879 详细的情形 请电话联系 并且预约 别忘了 这个免费的咨询 直到10月底就截止 好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下边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